新冠肺炎疫情横扫全球 其中东盟国家累积13万8千宗的病例 所向丹西慕尤丁今早出席的东盟峰会时指出 一旦新冠病毒疫苗面世 东盟各国有必要确保费用合理和人人可得 同时疫情笼罩 所向认为东盟各国有必要加紧合作 落实疫情绿区成员国之间的旅游气泡措施 让旅客可以恢复以往情况自由的出路径 在疫情笼罩下 第36届东盟主席国越南采取全新方式 通过视讯会议举行峰会 时国首脑包括我国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在内 着重商讨公共卫生危机后的局势 以及各种复原措施 首相表明 尽管研发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进展令人鼓舞 但各方有必要确保 届时疫苗的费用合理 唾手可得 以及所有人都能够公平共享 至于疫情后旅游业该何去何从 慕尤丁呼吁东盟各国尽快落实旅游气泡措施 向疫情绿区国家开放边境 让旅客在特定标准作业程序下出入境 除了刺激交通 酒店和餐饮等相关领域 也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和逐渐吸引投资者 这项措施的第一步 首相建议豁免部分的旅游限制 例如医疗旅游或经济访问的民众 可以自由通行旅区国家 针对缅甸若开邦难民问题 慕尤丁表明如今新冠疫情 让我国的资源和能力吃紧 自顾不暇 根本无法再接收更多难民 因此我国呼吁联合国难民署介入 寻求解决难民危机的长远方案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